我叫黃娃 在一個叫斯坦考的村子裡生活了三十多年 我們可能是全世界最懂管越的村民 挖挖人了 村裡的大部分在沈浦江 他們說我們村裡有個寶藏 準備開機 先別著急笑 我說懂管樂器 並不是說我們是專業的演藏家 我們樂器的城堂都是一個風格的功能 這只是跟茶魚發生的生活 就像去跳廣場舞一樣 三十多年前我的父母就在樂器廠工作 村裡百至八十的人都從事樂器廠裡見面 也許你手中的那邊薩克斯就是我的姐姐 以前大代廠說我們村就是超級內地 這一點是非常不服氣的 康總有這麼一個事跟您說 現在有一個朋友寄我來這麼一把號 就是四件的號 但是它的設計有一些問題 這個操作起來不是特別順 我從網上搜集了一些資料 然後您這邊看一下 現在根據圖冊還有手裡這個樣片 給朋友給他做一款四件的降低調的消耗 看一下十分大量 這個二胡的變 不變它的話 或者是把它變完之後 從這直接讓它連過來 就假設從這個位置 嗯 從這直接 樂器這種產品 說多少年 有時候也沒用 一味的就說 仿製啊 甚至說不用心了 出來後 製造改造 把心理理念 人性化的東西 加進去 由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它是基礎上的 一點人的改造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來 我的學歷並不高 當初進樂器廠 只是為了打一份工 掙一點錢 每天就按部就班的工作 沒想到樂器打開了我生活的大部分 對 原來每一根管子的角度 追度 和每一個零件的配合尺寸的不同 都有可能創造出一把 獨一無二的樂器 我也想為那些優秀的演奏家 打造出一個 來 去唱一首 弄這幾支放號去幹什麼呀 去北京找專業的樂器老師做測試 哦 來 坐幾次就回來 坐幾次就回來 哦 讓大家久等了 這就是上次咱說的那兩板號 好像說這次有一些變化是吧 對 上次那個焊點 焊點的位置不一樣 焊點的位置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外觀做的不一樣 明白 那我就去屋裡試一下 去屋裡直接試吧 對 我來我來 這個應該是可以去比如說大一些或者寬一些 對 大致就這樣 所以我會失誤就得滑下去 就是把這個接觸面做的更大一點 我自己覺得會 可以 只要不影響它的縱向 對 很好的建議 對 因為現在主要是這個太深了 我在演奏的時候的過程 我當在按按鍵的時候 對我來說這個已經有點深了 它可能按到底 但其實還有一段距離在 所以它聲音就很容易會有 當然就是那個氣流在 就是創造那個火災裡 對因為它的管道沒有完全可以接通 所以 我估計小孩會很容易有這個情況 對明白明白 樂器順不順手 工藝還有哪些欠缺 市場正流行什麼樣的款式 每一次與各大業藝學院的老師 或眼到家們交流 都會碰撞出新的火花 而我也將帶著這些火花回到村子裡 歐意大餅 每個孩子都做了 都有这个爱好 葱萧都可以结束了 不能制止到你和父辈的做这个东西 这样他们葱萧会烟造会锤造 这可以说作为咱们农村人来说 没想到是吧 做些年发展这么快 是吧 中低的手能置疏西洋乐器 而且是出口到国外了 各个国家 没有好的产业 代表好生活 肯定 没有乐器走 没有大点进展 通过这些年的累计 我们现在要开始 或者去设计乐器的资源 乐器给村里带来了收入 也带来了音乐的重度 现在我也有徒弟了 也许有一天他们也能成为专家了 这就是我村的宝藏 有家 有业乐 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大概就是我不愿离开这里